微整形填充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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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容醫學已經行之有年 不過,當我們將這些填充劑 施打到臉部以前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的是 這些材料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當我們老化的時候 大家會先想到的是 皺紋產生了,增加了 皮膚變鬆弛了 但是,很少人會注意到 在老化的過程中 連我們的骨骼也都會被吸收 造成骨架變小 肌肉也會變得比較無力 所以,在進行微整前 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需求 究竟需要選擇 什麼樣的微整填充劑 才能對於老化的症狀對症下藥 所以,在皮膚裡的穩定性 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皮膚裡的穩定性 是非常高的 它不會引起我們身體 很大的過敏反應 或者是很大的排斥反應 但是,它能夠維持的時間 就會比較短一些 大概只能維持一年到兩年左右 它的目的就是讓我們 塌陷下去的組織可以打起來 可以飽滿 如果今天你是骨骼流失了 可是我今天填充玻尿酸 在很表淺的位置 這時候很容易就像麵包超人一樣 它可能的原因是底下支撐都不見 或者是韌蛋鬆了 這時候就比較容易會看起來覺得不自然 它裡面的組成呢 主要是以多糖體 多糖體像我們講的氨基酸蛋白質 它可以專門針對一些細細的勾紋來處理 可是今天如果我希望它的支撐力很強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所謂的膠連劑把它黏起來 假設今天我們希望維持的時間越久 或者支撐度越好 是不是應該要加很多的膠連劑 本來是小小的幾塊幾乎 把它拼成這麼大團的一個幾乎 可是你加的膠連劑越多 膠連劑跟不尿酸不一樣 它是外來的東西 所以身體有的時候會對它 產生一些過母發炎的反應 這就是有些人為什麼打完之後 很容易紅腫的時間拖得很長 現在有更多的材料 它除了可以支撐全沖之外 它還可以引起皮膚裡面膠原蛋白的形成 有一點點是刺激它 長出新的膠原蛋白的這種效果 這種呢我們一般就叫做生物刺激劑 包括了最早的微晶瓷精量瓷 我們剛剛提到的像銅顏針 也就是所謂的聚所玄乳酸 像現在新一代的少女針Lens 它其實有一點點像在種種子的概念 一開始雖然有填充的效果 可是它不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打的位置跟方式 劑量跟傳統玻尿酸都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門檻比較高的一種治療的材料 對醫師的美感要求也比較高 當然只要用得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可以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那長出來的膠原蛋白 它是屬於有點像膠原組織 是比較韌一點有彈性一點的 有的時候同樣的地方 我們兩種材料都可以治療 可是我們要選擇的是 你要呈現什麼樣的效果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填充額頭的效果 假設你今天用玻尿酸 它會是比較一個吸水飽滿的這種圓弧的弧度 那對於想走可愛風格 或者是一般女生而言很適合 可是如果是對於男生呢 或者是他是比較有個性一點的路線 這時候我們希望他的線條比較硬一點的時候 這時候反而像蘇顏翠這一類的材料 比較容易達到我們想要塑造的效果 當老化的時候除了流失之外 其實像韌帶的鬆弛或者肌肉的動作 也會影響我們臉部的老化或表情 當我們要治療比較靜態的問題 譬如說現在我們沒有表情的時候 我們的法令紋凹陷下去了 下巴比較厚縮了 這時候我們大部分需要的治療 是所謂的填充 因為要給它支撐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比較動態的問題 譬如說不笑都還好一笑起來 好像就老了五六歲 這種感覺 這種動態的紋路的時候 通常一開始我們使用肉毒感菌素 是最容易達到改善的一個治療方式 所以肉毒感菌素的作用是在於 你針對特定地方的肌肉呢 可以把它放鬆 尤其是在把我們的臉往下拉的這些肌肉 如果我們適度的把它放鬆 你會發現臉都比較往上了 而且紋路減少很多 尤其是在我們臉部的上半臉 包括了皺眉紋 拍頭紋 魚尾紋 或者是像皺鼻紋 放鬆了之後就可以讓紋路減少 但是很多人會擔心一個問題是 會不會打完之後不自然 這時候就跟醫師的治療技術 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今天我們假設放鬆到不該放鬆的肌肉 譬如說我今天不想要笑起來魚尾紋 可是你打的位置太低了 變成你笑起來的時候顴骨不會動 笑起來變成會很僵硬 就很容易變得不自然 如果下半臉的治療常常聽到的是 比較像針對一些咀嚼肌 或者是脖子肌肉這些放鬆 跟我們的咀嚼或者是脖子的動作有關 它天天把我們的臉往下拉 往外撐開 這時候只要適度的把它放鬆 你會發現臉型會變小 臉型的線條 臉部的線條也會往上 這個就是在下半臉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的概念 除了讓肌肉休息 還要做到一些肌肉塑形的效果 來達到臨床上更自然更好的滿意度 因為老化不是只有皮鬆 不是只有脂肪流失 也不是只有骨骼吸收 這些問題是同時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仔細觀察像 像額頭 一般年輕人的額頭 也有一些抬頭紋 也有一些皺紋 初期的時候問題比較單純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單一的一種治療方式來做改善 可是如果假設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持續不管它 就會變得像家裡的老爺爺老奶奶 你會發現它的皺眉紋 並不是皺的時候才有 而是任何情況底下 都會有兩條很深的凹陷 所以這些治療呢 其實必須要協同 好處是在於 才會自然 保養的這種概念有的時候 你比較不是短短的時間 一下塞很多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 雖然沒有紋路了 可是其他也都不會動 假設有機會 你要去做一個治療 你想要去了解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丟掉的觀念是 今天做這些肉毒感菌素 或甜充的治療 不是去7-11挑個飲料而已 我們講最初階的好了 最初階的至少醫生要能夠判斷 你今天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需要來這些治療 目的不一樣 他選擇的材料不同 達到的效果 時間長段當然也不同 所以第一個要排除所謂的 纖維主的觀念 第二個是 你要花時間對自己的臉 要稍微有所了解 第三個是 必須要跟醫師做一個比較密切的溝通 最後一點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要忘記我們做這些事情 並不是為了要把自己變成某一個樣子 最重要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你更喜歡你自己 如果假設你今天對這些治療 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其實回去只要注意傷口有沒有特定的變化 有沒有發紅疼痛甚至有感染的跡象 可能要跟醫師反應 或許你是對特定品牌的材料 是屬於比較敏感的 這個就是在下次治療的時候要去做一個避免 我們在做微診跟手術有最大的不同是在於 我們如果剛剛講到說 微診有一點點像在做造型 我們如果講蓋房子好的 有一點點像在做裝潢一樣 那手術呢就比較有點像在 直接重建這個房子 如果你還沒有真的很決定什麼適合你 會建議多花一點時間跟醫師做溝通 先以微診的方式做一點細微的調整 來慢慢找到你喜歡的 你適合的 我們做一切治療的目的 還是為了要讓每個人 在鏡子前面看到自己就會覺得開心 覺得有自信